这个狗狗在废我 他讲我讲骗话 没有 我没有讲骗话 是真的 我们不要讲太多 只是说 只是说一个老人为了等一通电话 出门的时候 不舍得离开电话 把那一台电话 从楼上搬到楼下 走过马路去咖啡店 这种东西老实讲不是很真实 不是常有的 不是常人会做的 但是也不能否定说 没有人会这样做 给我的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人家量身定做 就是对你的要求 所以其实我可能 为了这部戏我完全不保 因为老实讲 对这种 他做我是比较知名度不高 但这种完全没有知名度的导演 其实我是战战兢兢的 但是我就是寄托在他这边的话 我是本着一种那种 帮助那些年轻人 所以我就看着他还蛮顺眼的 虽然是没有知名度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帮 然后看了剧本之后 有一点点感觉 我们开了几次会 我们改了几次 没有 因为其实陈大哥 他是一个会动脑的演员 我特别欣赏 就是会思考 所以剧本给他 他不是说照演 然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们开了很多次会 都是想要去想 这个人物是不是会这样子做 可不可以合不合理 然后有没有感觉 他虽然年纪轻轻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想的东西比我还老旧 在我们合作下去 就是拉长不断 这个不是在捧他 是我们合作这两天之后 我定下的定论 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最后发现 原来我特别希望 一个阿伯 他跟年轻人其实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他有一个年纪 那么我在想 Q他是一个很年轻人 为什么想出这样的东西 而且他有很多东西 都是触乎我一流之外 所以我在跟他合作 在跟他研究 我们在拍的时候 一直在调 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接受度也好 也一直在提升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 跟他合作之后 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真的不能小看年轻人 挑战性 我跟妳講 第一天真的是非常挑战性 因为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当你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 他要我 在那个时候 思潮起伏的时候 不同的情绪 讲不同的话的时候 有不同的位置给他 不同的动作给他 虽然是短短的 但是每个 而且那个语气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不简单 所以这个东西 又出来之后 一气呵成在讲 有时候背着镜头 有时候向着镜头 他都要 你看 会不会很难 所以你看 他幸亏他找了一个 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演员 不然的话大牌早就丢剧本 走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还好他有先见之明 找一个不是很出名的老演员 没有 而且刚刚就是说 要观众要了解 刚才那些全部的三页子 这个台词 全部是one shot 一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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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follow的 都不错了 其实我就常跟他讲 有上有亮的一个合作 才会有好成绩 打的螺路 чтобы跟他做一些 他 glad 这个时候 都是麻烦的 小伙子 刚刚没了 所以 都不承讨